第六百二十二集 顷刻间强大的威势从寒云体内冲了出来 巨浪瞬间涌动 想着几丝青席卷而去 几丝青手持细剑 身上的气势攀升到极致 想要阻挡 但是最终却是喷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重重地摔了出去 无比狼狈 足足倒飞出数十米 几丝青整个人砸落在了地上 五脏六腑仿佛粉碎 一招交锋 仅仅只是一招交锋 几丝青非但没有抵挡住 反倒是在韩云的反击之下遭受重创 气血不宁 这两人之间的差距已经显而易见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修炼者呀 几丝青 当真还是与韩云差了太多 几丝青死定了 他是疯了不成 为何要这么固执 以他的天赋 修炼几十年将会无比恐怖 但是眼下必死无疑啊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众人有窃喜有无奈 甚至有些怜香惜玉 毕竟几丝青在昆仑须是出了名的美女 在场 还有一部分人对几丝青有些好感 如此一来便是自己葬送前程 小小蝼蚁 不过如此 我韩云不喜欢杀女人 但是你这种不知死活的女人 我不介意抹去 就在几丝青艰难地支撑身子 站了起来的时候 韩云手臂轻轻一挥 显然是不打算给几丝青喘息的机会 她的眼神尽是不屑和蔑视的眼神 几丝青根本构不成威胁嘛 死亡之前的煎熬 往往才是对一个人最恐惧的惩罚 几丝青还有何招式 尽管施展 刚才那一招不是你的全部 看着逐渐站稳身形的几丝青 韩云冷哼道 他要让几丝青在绝望当中崩溃 在崩溃当中享受死亡的恐惧 韩云要将几丝青的颜面彻底践踏 他要将几丝青的自尊死得粉碎 你若现在向我道歉 我可能考虑给你一个好的死法 至少给你一句全尸 几丝青冷冷地看着韩云 他心中的傲气依然还在 他笑了笑 我几丝青一生修炼 信仰道 信仰强者 但是你这种强者 我不服 巾帼不让须眉 这便是几丝青 当年几丝青之所以在叶辰最落魄和无助的时候 帮助叶辰 很大的原因便是几丝青从叶辰的身上 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 他倔强 他不认输 纵然受伤也要苦苦支撑 他本以为修炼到这个境界 无人可以撼动 却没想到遇到真正的强者 实力依旧不够 现在的他比任何人都想跨入地尊境 他也明白师父为什么要用尽一切手段让他疯狂突破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实力啊 你不服 韩云笑了笑 这个世界不需要你这种蝼蚁服 你的存在对一年半后没有什么影响 今日我就让你神魂俱灭 下一秒 狂暴的威亚宛如一头巨兽 向着几丝青冲撞而去 众人心里咯噔一声 在他们看来 几丝青必死无疑 韩云这一次绝对不会收手 几丝青看着那威亚和灵气 汇聚的巨兽而来 他的面纱早就被撕裂 露出绝美容颜 我就要死了吗 几丝青知道这一击 他无法抵挡 真正的地尊敬威亚 比师父的实力不知道强了多少 或许我就不该来此 也不知道几临这丫头怎么样了 如果我出事了 他会过得好吗 还有叶晨那小子 恐怕没有我的保护 会被欺负吧 不对 叶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被人欺负的废物了 他现在已经长大 只是我应该看不到这小子 踏上巅峰的那一刻了 几丝青眼眸落下了一滴泪 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些不舍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他那泪珠之中折射出了一道光 他隐约之间看到一个身影闪过 然后一个戴着面具的青年 就这样挡在了他的身前 叶晨天 他下意识张大了嘴巴 叶晨天固然很强 但是若要说实力和修为还在自己之下呀 他疯了不成 居然要为自己承受 这样两个人都要死啊 叶晨天 你做什么 滚啊 但是面前的那道身影依然不动 如山月一般 叶晨转过头 面具下的他 冲着几丝青眨眨眼 你刚才帮了我 我可不是那种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现在我来帮你承受 可是 叶晨笑了笑 这韩云的力量 在我眼里算不了什么 几次轻一正 无奈地摇摇头 他没想到这叶晨天 居然在最后一刻 还有心情开玩笑 韩云的一击足以摧毁他们 而韩云自然也是 看到了叶晨的出现 他摇摇头 看来想做一对亡魂鸳养 既然如此 我成全你们 雨落 那无尽威压巨兽 仿佛一分为二 向着叶晨疯狂吞噬而去 而此刻的叶晨 却是双脚不动 更是闭上眼眸 两头巨兽 齐齐砸在了叶晨的身上 见起万丈尘土 遮蔽一切 地面更是开裂 滚滚之声不觉入耳 众人看到这一幕 陷入了哀叹 没想到 两位昆仑须的风云人物 就此陨落 一个被誉为天才少女 一个被誉为宗门噩梦 实在可惜 而杨明和他身边的弟子 却是冷笑着 真是傻子 得罪谁也不该得罪 韩前辈 简直就是找死 数秒之后 一阵微风袭来 眼尘消散 一切尘土落地 然后当画面清晰的刹那 众人失望和遗憾的眼眸 骤然登大 他们死死地盯着中央之地 因为他们发现 两道身影依然存在 叶晨和几四青双双站立 一前一后 而两人周身 更是有着一道金色的屏障 屏障之上 古老的纹路旋转 吸收了一切力量 怎么可能 这都不死 这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群惊呼出声 完全被吓住了 这是韩云的志强一击呀 居然还能活下来 几丝轻微微张着小嘴 美眸中全是困惑 做梦他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自己竟然活下来了 他死死地盯着夜市天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好熟悉 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这辈子 从未感受到的安全感 那多年来平静的心 第一次起了涟漪 夜市天 你 夜晨转过头微笑道 我都说了 这韩云的力量 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现在你该相信了吧 现在我们扯平了 你要太古虚实单 我会给你一份 还有 前段时间 我见到你妹妹了 几丝轻眼眸瞪大呼吸急促 你知道我妹妹的下落 夜晨点头 放心 她很安全 眼下 你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 然后去见她 几次轻的眼眶泛红 她的眼眸死死的盯着面前的男人 她嘴角颤抖 千言万语 最后画成了两个字 谢谢 这是她此生第二次说谢谢 一次给了夜晨 第二次却是夜市天 她心中感慨 或许她就和夜性有缘吧 而此刻 远处的韩云 却是表情古怪 她看着夜晨周身的屏障 眉头紧重 这屏障 为何有种熟悉之感 这似乎来自 妖族逆天血脉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 韩云的诧异很正常 夜晨的实力 自然抵挡不了韩云的一击 但是有人可以啊 小黄 好在小黄在轮回目的中苏醒 更是释放一道力量 覆盖夜晨的全身 形成了这道屏障 韩云一步跨出 双手附在身后认真道 小子 你到底是谁 告诉我 我可以考虑不杀你 夜晨还没说话 杨明确实道 大人不渴呀 你可注意到大门的血迹 都是这夜视天造成的 刚才的暴乱 也是夜视天的原因 此人必须杀呀 韩云眸子一缩 看向身旁的中年男子 这件事可是那小子所为 中年男子犹豫了许久 还是点头 的确 杨明心中狂喜 他就是要夜晨死 然后 他的狂喜很快被打断 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了他的身躯 下一秒 大力拉扯 他瞬间被吸到了韩云的手心 杨明感受着死亡的威胁 脸色苍白 大人 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门上的血迹和我无关呢 一切都是那夜视天 你抓我做什么 韩云眼眸冰冷 我韩云做事 岂会需要你指指点点 死 杨明眼眸瞪大 充斥惊恐 他想要挣脱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不要 话还没说完 韩云的力量骤然收缩 砰的一声 杨明当场化为一滩鲜血 死得不能再死 人群倒吸了一口凉气 纷纷退后一步 苦不堪言 他们闭上嘴巴 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呼吸 随后 韩云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夜晨的身上 这一切 可是你做的 是又如何 夜晨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 他不畏惧韩云 有小黄在 还有血气叶在 他又何惧 韩云眸子微眯 突然笑了起来 随后手臂轻轻一挥 一阵狂风席卷 整个大门直接化为粉末 我不喜欢别人的血 我有洁癖 我本该杀了你 但是现在我对你产生了一丝兴趣 浓重的兴趣 你如果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以既往不救 甚至给你一些机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